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 20号上午首先由花蓮市民代表黄达翔 针对市区中心路、府前路等路段路面状况 以及待转区的设置 而市代表姜如林则针对花蓮市殡仪馆的大礼堂、大门设置等等 期盼市公所相关科室能够友善改善以及规划 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 20日上午持续进行 首先由花蓮市民代表黄达翔 针对市区中心路、府前路等路段路面状况 以及待转区的设置提出改善建议 因为我们新兴路预计11月底要进行通车 达翔在这段时间对新兴路的一些道路改善工程 有一些实际上在通行的部分发现了许多问题 因为道路上的香含常常造成破损 导致行车安全的问题 还有道路跟住户它的落差 那如何要去做一个修正改善 还有所有积水的问题 在在都是影响我们新兴路开通后 是否影响行车安全跟道路品质 的这些重点来进行质询 因为毕竟它是营建署主导的一个新兴路工程 那我们市公所也希望他们有一个监督的机制 去帮我们市民做法官 另外张如林则针对花蓮市殡仪馆的大门设置等规划 期盼市公所相关客室能向花蓮县府沟通协调获得改善 花蓮市殡仪馆的门面还有那个三个大礼堂 那我希望说我们的市公所能够把我们大礼堂的外牆 外牌能够做一个统一 让业者方便 也让我们整个殡仪馆的门面有一些不一样 再来就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大门直冲乡械大道 我也希望说市长能在这个部分能够做修正 把我们的大门能够修正到往左边一点点 让我们整个殡仪馆看起来不会是直冲到 香榭大道 那我希望市长能够争取更多的机会 把我们花蓮市的殡仪馆能够建设得比较温馨 对往生者是一种尊重 给他一点尊严 给往生者的家属能够一个很温馨 也和谐的一个场地 让家属不会有背感一种很哀伤的那种情形 也让希望我们整个殡仪馆能够友善的改善 成为一个很好的公园的纪念馆